她是奔跑在体育界的名模 全球最美丽性感运动员 四次加冕亚锦赛冠军 亚运会实现三连贯 七年四次刷清撑杆跳亚洲记录 亚洲女子撑杆跳绝对的王者 她就是中国最美跳高女神李玲 李玲是89年出生的大美人 河南妹子有着1米85的超高身高 因为练习撑杆跳 身材性感有形 每当李玲在田径场上 拿起长长的杆子奔跑的时候 所有人的眼光都被她吸引住了 简直是田径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而比外貌更强的是李玲的田径实力 她是我国珍贵的国际剑将 曾经在2013年到2019年这七年内 数次刷新亚洲女子撑杆跳的记录 亚洲第一人说的就是她 石破天津的一战 是在2013年第12届全国运动会 李玲以4.65米的成绩获得女子撑杆跳冠军 并打破亚洲记录 第二次打破记录的时间并不久 是在2015年的亚洲田径锦标赛上 当李玲一跃而上的时候 4米66的恐怖成绩 再次刷新女子撑杆跳亚洲记录 接下来打破记录的时间间隔更短了 当时间来到2016年 李玲再次参加亚洲室内田径锦标赛 这一次中国选手李玲状态爆棚 竟然跳出了4米70的成绩 第三次刷新了由李玲自己保持的 亚洲室内撑杆跳记录和亚洲记录 这场比赛之后 李玲的竞技状态不被大家看好 因为对于田径运动员来说 现在的年龄真的不小了 然而李玲却选择奔赴国外 找到撑杆跳顶级教练佩特罗夫求教 对方交出了俄罗斯撑杆跳女皇 一心八一瓦 李玲在刻苦练习了一段时间之后 终于再一次突破了自己 那是2019年国际田连钻石联赛上海战 李玲打出了石破天津的一战 她以为能够撑五年的亚洲记录 被李玲自己直接打破 而新的记录是4米72 这一亚洲记录导致至今无人能破 从4米65到4米72 李玲四次刷新亚洲记录 2023年李玲依然奋斗在田径场上 无论亚洲锦标赛还是亚运会 李玲一出寸草不生 亚洲一截实至名归 视频到此就结束 如果你喜欢的话 点赞评论关注都是最好的支持 这对我真的真的很重要 咱们下期再见 悬念揭晓 2023年中国体坛十大人物 田径占据两席 看看都有谁 十大人物国际象棋的丁丽人 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国象世界期望 十大人物乒乓球的王楚清 唯一上榜的乒乓球选手 含金量有多高 大家感受下 十大人物霹雳舞的刘清一 现在的他还只有18岁啊 十大人物网球的张之珍 亚洲一哥妥妥的 十大人物登山的董红娟 打出全球首位 登顶全部14座 海拔8000米级高峰的女性 接下来游泳双簧 游泳一姐张与飞 十大人物张与飞 今年可谓是大满贯 2023一年收获了23斤 四赢两同 每次比赛都堪比进货 在他这里铜牌才是少数 十大人物游泳一哥 秦海洋多次打破亚洲记录 世界记录 手握挖泳世界赛 打满贯 真正的游泳一哥 十大人物中国女兰 中国女兰今年发挥非常出色 亚洲杯成功夺冠 十大人物残疾人田径 文小燕 1997年10月12日出生 生来左侧肢体功能阵埃 却拦不住一颗喜爱奔跑的心 无人可挡的奔向终点 在今年的亚运会上 连续三天散破世界记录 文小燕的表现 征服了所有人 十大人物田径 谢震燕 谢震燕 咱们的男子端跑一哥 无论是100米还是200米 他的表现 都是让亚洲惊艳的程度 在2019年 谢震燕参加国际钻石联赛 闯入男子100米决赛 然后再次闯入男子200米决赛 以19秒88的成绩 拿下冠军 2023年 谢震燕放下200米 努力钻研100米奥义 终于在亚运会上 谢震燕不仅在男子100米的比赛中 跑出了9秒97 成功获得金牌 而在接下来的4成100接力赛中 谢震燕带领陈家鹏 陈冠峰 严海斌 一起在决赛中狂奔 在最后时刻 第四棒陈家鹏奋力一搏 成功绝杀了日本 再赌一枚金牌 第二棒是谢震燕 谢震燕先把速度冲起来 这本队的第二棒是小陈友困 韩国队在这个阶段保持也不错 二三棒的交接 中国队现在处在第一位 中国队的第三棒 严海斌保持住自己的速度 保持住中国队的位置 日本队第三棒的上山红辉 中国队和日本队 最后三四棒的交接 陈家鹏 现在处在第二位 中国队全力加速 中国队加油 中国队加速 率先到达重点 这就是田径老将 谢震燕自己不断努力进步的同时 非常乐意带动后辈 因为对于中国田径来说 大家好 还是真的好 谢震燕无愧于2023 中国十家运动员 视频到此就结束 如果你喜欢的话 点赞评论关注 都是最好的支持 这对我真的真的很重要 咱们下期再见 中国400米蓝神机天才 打破保持17年的全国纪录 登上世界大赛领奖台 这个00后的小伙 谢志宇 强势为国争光 谢志宇一名北京大学学生 还是河南省与北京大学 联合培养的运动员 一直以来 谢志宇都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打破49秒的限制 他是中国400米蓝的一哥 曾经在2021年 夺下全运会400米蓝冠军 全国学生运动会400米蓝冠军 他是全国田径冠军赛 400米蓝冠军 如今他终于找到 登上世界舞台的机会 2023年成都大运会 男子400米蓝顶级赛场 这一次的比赛 吸引了无数世界顶级选手参加 谢志宇代表中国参赛 非常精咸的闯入决赛 此时他站在了第八跑道 也是决赛中 唯一中国大陆的选手 当比赛开始之后 谢志宇很快冲了出去 一身黄金色的战袍显得格外亮眼 400米蓝比赛中 选手跑的篮高为0.914米 运动员必须跨越10个篮架 和男子110米篮相同 这是一项需要极高耐力的项目 谢志宇在这场世界级比赛中的表现上 全国都惊艳无比 由于是一项目的建议 在这场世界级选手上 相当于是一项目的 我感到达到这场世界级选手 毕竟是一项目的 而是一项目的 接着于迅速进入状态 紧紧跟随着领先者 在之后他展现出惊人的爆发力 和卓越的技术水平 保持着与领先选手的一定距离 但是他不放弃 依然紧咬着领先者 以惊人的爆发力和持久力 逐渐缩小差距 比赛进入最后阶段 谢志宇还是在第四第五的位置 谢志宇迅速加速冲刺 全力向终点奔跑 在最后的奋力一搏中 谢志宇没有错过领奖牌 翻抄对手成为第三名 也创造个人最好表现 谢志宇跑出了48秒78的成绩 他成功夺得了一枚宝贵的铜牌 为中国代表团贡献了一份宝贵的荣耀 还打破了该项目49秒03 这已保持了17年的全国记录 作为中国田径界的新秀 谢志宇终于战胜了世界领奖台 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实力 值得一提的是 这场比赛冠军是中国台北选手彭明洋 他以48秒62的成绩获得金牌 但是在世界田连上 中国台北和中国大陆分开计算开明 所以谢志宇的记录依然是全国记录 而比赛的亚军则是土耳其选手内奇尔 谢志宇在拿下一枚铜牌后 再接再历努力训练 终于荒天不复有新人 在杭州亚运会中 谢志宇上演第九道奇迹 在400米兰决赛 打败一众高手 在最后时刻急速冲刺反超 再一次为国家拿下一枚宝贵的铜牌 胜不骄败不哪 谢志宇的未来一定越走越远 视频到此就结束 如果你喜欢的话 点赞评论关注 都是最好的支持 这对我真的真的很重要 咱们下期再见 中国400米兰神机天才 打破保持17年的全国纪录 登上世界大赛领奖台 这个零年后的小伙 谢志宇 强势为国争光 谢志宇一名北京大学学生 还是河南省与北京大学 联合培养的运动员 一直以来 谢志宇都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打破49秒的限制 他是中国400米兰的一个 曾经在2021年 夺下全运会400米兰冠军 全国学生运动会400米兰冠军 还是全国田径冠军赛 400米兰冠军 如今他终于找到 登上世界舞台的机会 2023年成都大运会 男子400米兰顶级赛场 这一次的比赛 吸引了无数世界顶级选手参加 谢志宇代表中国参赛 非常惊贤的闯入决赛 此时他站在了第八跑道 也是决赛中 唯一中国大陆的选手 当比赛开始之后 谢志宇很快冲了出去 一身黄金色的战袍显得格外亮眼 400米兰比赛中 选手跑的篮高为0.914米 运动员必须跨越10个篮架 和男子110米兰相同 这是一项需要极高耐力的项目 谢志宇在这场世界级比赛中的表现上 全国都惊艳无比 越多地上 接着于迅速进入状态 紧紧跟随着领先者 在之后他展现出惊人的爆发力 和卓越的技术水平 保持着与领先选手的一定距离 但是他不放弃 依然紧咬着领先者 以惊人的爆发力和持久力 逐渐缩小差距 比赛进入最后阶段 谢志宇还是在第四第五的位置 谢志宇迅速加速冲刺 全力向终点奔跑 在最后的奋力一搏中 谢志宇没有错过领奖台 反超对手成为第三名 也创造个人最好表现 谢志宇跑出了48秒78的成绩 他成功夺得了一枚宝贵的铜牌 为中国代表团贡献了一份宝贵的荣耀 还打破了该项目49秒03 这已保持了17年的全国记录 作为中国田径界的新秀 谢志宇终于战胜了世界领奖台 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实力 指的一提的是 这场比赛冠军是中国台北选手彭明阳 他以48秒62的成绩获得金牌 但是在世界田连上 中国台北和中国大陆分开计算排名 所以谢志宇的记录依然是全国记录 而比赛的亚军则是土耳其选手内奇尔 谢志宇在拿下一枚铜牌后 在接赛里努力训练 终于荒天不负有新人 在杭州亚运会中 谢志宇上演第九道奇迹 在四百米兰决赛 打败一众高手 在最后时刻急速冲刺反超 再一次为国家拿下一枚宝贵的铜牌 胜不骄败不哪 谢志宇的未来一定越走越远 视频到此就结束 如果你喜欢的话 点赞评论关注 都是最好的支持 这对我真的真的很重要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